余生在抵达 我一哭到沙哑 爱过恨过的我 就像个笑话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芳 欢迎大家来到阿芳的编制课堂 今天阿芳呢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款 很有抑郁风情的帽子 这个帽子的原材料呢 我用的是四股的牛奶棉 它是这种断缆的线 大家看一下 这种线 然后用量呢是不到100克 反正只用了一点点 我们需要的工具呢 是我用的是4.0的钩针 我们还要三枚记号扣 当然这个钩针 大家喜欢密实一点 你可以选3.0的 甚至2.5的哈 我是不太喜欢这种 很密很紧的东西 这帽子还是蛮漂亮的是吧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装饰 比如我们的胸针什么之类的哈 好的下面我们开始进入课程吧 好的姐妹们看一下哈 我们这个帽子的主体呢 实际上是一条这样的长方形的单元花 一条 一个长方形的单元花 我们这个起头的宽度呢 是10厘米 我起了9个碗个针 然后呢 10厘米我们勾勾勾 勾76厘米长 勾完以后这个主体就结束 然后我们再勾一圈这样的边 我整个勾了一圈长针 勾完整体完成以后 这个尺码是78乘以11厘米 这个长度呢 是就是决定着你的头围 所以呢 这个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哈 我这个78 你不一定要78 如果你头围小的话 我们勾一个72厘米 头围比我还大的 比如55以上的姐妹呢 你就勾一个80厘米 就稍微宽松一点点哈 一般我们是72到80厘米 是正常范围 我这个是78 我们先起头 网个数呢 一定要是网个针的数量 一定要是单数哈 123 好的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锁针上 我们勾一个长针 好的 123 在第一个网个针里 我们勾一个长针出来 123 我起5个吧 12345 好的 起完5个以后呢 我们开始勾花形 123 在第一个网个针上 我们勾一个长针 两个 三个 三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好的 然后呢 我们第二个网个 空过去不勾 在第三个网个上 我们勾三长针 一 二 三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好的 第四个我们不勾 我们在第五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上 我们勾 三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我们在这里最边上 这里再勾一个长针 看到吗 姐妹们就是这样的 花形就是针 三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这就是我们的花形 好的 第二排 123 三个锁针 代表一个起地针 然后我们翻过来 在上一组水草花 我们这个叫它水草花 水草花的两个锁针里面 我们还是勾三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好的 在下一个水草花上 我们还是勾 因为它的花形呢 虽然是一样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 防反勾之 一正一反 所以勾出来的花形呢 它还是蛮漂亮的 这种花形呢 就不太适合圈针 适合片针 片针勾出来很漂亮的 好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起地针 这里勾一个起地针 看到吗 姐妹们勾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就按这个方法 一直勾 看到吗 都是一样 正反都是这样的 一边一个起地针 然后在两边 大家看一下 在中间就是三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正面反面都是这样 勾出来就是这个小骨 这个样子 是不是还挺漂亮的 然后呢 我们勾完以后呢 勾到你需要的 磁码以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哈 我们每一行 每一行都有这样的起地针 我们在起地针这里先 在每个起地针上 我们勾两个长针 好的 然后我们到了这边这个 转弯的地方 我们转弯指怎么转呢 在这个往个针里 我们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一二三 勾三个锁针 我们在这里勾一个长针 然后在每个网格针上 我们勾两个锁针 这个锁针 大家可以勾松一点哈 或者你按照你自己的方法 反正我们勾出来 它这个边呢 要平整 没有卷也没有波浪型 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在这里勾一个起地针上 勾一个起地针 这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又要转弯 转弯我们还是这样的 一二三 在这里勾一个 刚刚的长针的立足上 我们勾一个长针 好的 这边就是这样 每个起地针上勾两个长针 好的 到了我们这里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是这个花形哈 我们就这样 在每个这样的花形上 我们勾三个长针 大家看一下 先在这里 刚刚我们勾的长针上 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针上 勾一个长针 这个 在这里勾一个长针 然后在这里勾一个 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这样的长方形 大家看一下 我再说一遍哈 我最后的成品呢 是 11乘以78 大家也可以不勾这个边框 你可以直接多起一组哈 多起一组这样的网格针 也就是多一组花形 比如我这个是 9个网格 你可以起 11个网格 你可以不用勾这个边框 我们可以直接开始 然后呢 大家拿出我们刚刚的这个 机号扣 机号扣怎么弄哈 大家看一下哈 我们这是正面哈 证明我们在反面 这样折过来它就是反面 大家先找到这个 从这里开始这里对折 先拿出我们的机号扣来 在中间这个地方我们扣一个机号扣 好的扣好以后大家看一下哈 我们这样 把另外一头拿出来 拿出来先 看清楚哈 姐妹们 看到吗 姐妹们 我们先把这个扣好 我们先把这个扣好 然后呢 这边 看到吗 是这个样子的哈 然后我们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我们 我们再把它扣好 我们先把这个线拉出来 等一下我把这个线拉出来 做小样的 这一头 这一头我们给它翻过来 然后再翻面 大家看清楚了吧 姐妹们 实际上 这是一个点 我们把它这里也扣过来 看到吗 姐妹们 这样一个帽子 大家看一下 这门给它拿过来 这样一个帽子的形状就出来了 是吧 大家看清楚了吗 姐妹们 要不要我再来演示一遍 我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了 新手姐妹没看清楚 其实这个帽子 结构它是很简单 它就是最后这一下 我们先给它这个长条对折 这里呢是这面 大家看清楚 先在这里扣一个结合扣 这是我们对折的中心点 然后呢 大家看清楚了 我们把这一头拿过来 这个角 看清楚 这样拿过来以后 这里 好的 然后这边呢 看到吗 这样扣好以后 我们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 好的 然后另外一头 我们拿过来 拿过来 我们反过来 反过来 大家看哈 这个实际上这里是一个点 我们给它这个结合扣 给它一起扣上 给它这个角 这是我们一个缝合点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的 这边我们给它扣上 现在我们要缝合哪个地方 我告诉大家哈 我们就缝合这里 跟这条边 看到吗 姐妹们 大家呢线头 我刚好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开始 因为我们刚好这个 翻过来的是反面 你看 其实这个特别是我们这样 我勾了这个边 勾边的 它很明显 这个就是反面 凸起来的 这个就是反面 我们现在给它缝合 把结合扣给它取下来 当然大家缝合呢 也可以用缝合针 这个没关系的 你自己的 按你自己的习惯来 好不好 啊 我勾一个锁针 是觉得我这个地方缝合的有点紧了一点 所以我一个锁针给它缓和一下 好的姐妹们 到了这个地方呢 大家记住哈 我们随便先直接缝过去也可以 然后我们缝至上面也可以 我打算呢 直接给它缝过去 这个记号扣先不要拿下来 大家看 我这边就缝合好了 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缝合这边 缝合这条边哈 我们我刚才不是做了一个记号 两个记号三个记号 我们给它缝过去 这记号扣可以给它拿下来了 然后我们找到这一针哈 第一针 找到第一针跟这一针 给它缝合 大家缝几针要看一下哈 看一下平不平整 缝合的时候呢 大家最好是稍微松一点哈 松一点缝出来更好看 有些姐妹她是习惯用缝合针的 但是我是不太喜欢缝合针 我一般缝合都是直接用短 用短针缝合 看我们这里快缝合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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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姐妹们 这里缝合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线头给它剪断 剪断 然后我们缝合这里 缝合这个地方 大家缝合这边呢 就从这里开始 大家记住 其实我们缝合呢 不管做什么 这个手工都是有诀窍的 看到没有 这样你就不容易缝 要不然你从这里缝缝缝 它会 怕你像这样会歪掉 我们缝的时候 把这个线头给它长一下 好的姐妹们 我们缝合好了 等一下大家自己把这个线头 给它长一下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这个帽子呢 我们就完工了 大家家里如果有那种 装饰的话 比如我们这种 胸针啊 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在这里扣一个胸针 或者我们的装饰品 或者我们的装饰品 大家有家里有这种钻之类的东西 都可以缝上去 缝上去 缝一个这个更漂亮 这帽子戴出来还是蛮有 郁郁风情的 等一下我给大家试戴一下 看 大家选择喜不喜欢 看一下戴在头上的效果 好的 今天我们这个具有 郁郁风情的帽子 教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